奥峰 作者 峰行列 我是苏雅夫人 精彩马上开始 第六百零九集 开 开玩笑的吧 急什么呀 众多领主巅峰强者 神色一变 纷纷难以相信地惊呼起来 都觉得奥峰此举实在是有些冲动了 以他的速度优势 明明就可以慢慢耗死攀玉 何必要舍弃自己的长处和他硬碰呢 但下一秒 他们的神色就又是一变 瞳孔惊骇的一阵骤缩 因为他们发现 此时从奥峰身上不断攀升而起的力量 居然完全不在攀玉之下 而且昭示后发先制 在攀玉的万点繁星落下之前 抢先一步到了他的眼前 银枪闪动 向前散点出去 覆盖着暗金色神力的战枪红雨 一瞬间 仿佛化作了一只金色猛虎 那枪风凌厉至极 汗天动地 毫不避讳地 冲着铺天盖地的银色灵魂之力的浪潮迎头而上 傲风冷酷的立鹤 紧随着响起 霸王枪 猛虎归山 强烈的视觉冲击 造成了人群短暂的呆滞 这一刻 仿佛人人都听到了 那头有如实质的 猛虎的咆哮 无数的强者 双目圆瞪 深深吸起一口气 迟迟无法吐出胸腔 心脏随着那恐怖的能量交锋 而疯狂跳动起来 不 不可能 潘玉看到傲风出手之时 便以心中大震 面色巨变 他深深地感觉到 傲风此时凭借神力施展出来的傲义 竟然比他这个领主还要强悍 这简直是违背了规则等级之事 未及细想 潘玉便觉得 手中长枪仿佛戳上了一块坚硬的钢铁 那股可怕的力 完全无视掉了他的灵魂之力 铺天盖地的灵魂之力 竟被比他低一个层次的金色神力凝成的猛虎 寸寸吞噬 不待片刻 他周身的灵魂之力便崩溃殆尽 金色猛虎的巨口之中 那一杆宛如獠牙的银枪 也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 潘玉抬起头来 磨得全身一震 看到了一双闪烁着无比冷酷霸道之意的眼睛 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败在何处 枪乃兵中王者 素有霸王枪之称 以强势霸气为先 凭他所领悟的奥义 又如何能与霸王枪爵相提并论 而且 在枪法奥义的领悟上 他真的远远不如傲锋透彻 再加上 傲锋手中的红羽战枪 他甚至根本不需要 使用御甲术楷化等换尸的招数 便足以正面击败潘玉 不 不 潘玉拼命想要维持住自己的力量 但是任他如何催动魂丹 也没办法抵挡住猛虎归山的排山倒海之势 潘玉疯狂地举起长枪 挥向奥峰 却在兵器与奥峰的红羽战枪交接之时 双手一阵剧痛 青色长枪便立即抛飞了出去 银枪冷酷向前一点 直指潘玉腹部魂丹 这一回再无任何阻拦 别猜 这是潘玉这个一带地绑强者最后的悲愤叫声 哼 银枪所致 空间几乎扭曲 一声闷响之中 潘玉的身体已经四分五裂地炸开 血洒长空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只叫人觉得有一口气憋在喉咙里 恨不得立刻喷涌嚎叫地 嘶吼出声才好 星红的鲜血刚刚飞溅而出 已被那金色猛虎爆发出去形成的 刚风卷起蒸干 能量散尽之后 就看见那一道充满霸道气势的身影 傲风红衣银枪 长身傲力 唇角还挂着一缕淡淡的微笑 眼神平静 随意地一挥银枪收拾 仿佛根本没有耗费什么力气 出声的娇羊将耀眼的光辉 洒落在他身上 看上去竟会让人生起一种 对之膜拜的冲动 几声闷响 那攀玉四分五裂的尸首 落地砸成了肉泥 这声音使得不少人惊醒了过来 这 妙 妙啊 我 我的老天 妙杀 那 那可不是一般的领主 那是地绑强者 就算排位只在九十八位 也是地绑强者 怎么就这样被秒了 十万的观战者 呆呆愣愣吃吃傻傻 脑袋里翁然作响 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 在他们看来 奥峰就算再如何彪悍 总还是个神帝 能和地绑强者抗衡 也就算了 总该打个两败俱伤 你死我活 才能分出胜负吧 可是看看这家伙 都干了什么 他不但一丁点伤害都没受到 而且一枪 秒杀了一名地绑强者 逼得潘玉 临死前忍不住大叫 变态 其他地绑强者或许可以击杀潘玉 可也做不到如此狠绝霸道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战斗 唯有前三十位领主巅峰级的强者 才有这个可能 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这不就是说 奥峰已经可以一月 列入地绑前三十了吗 可怕呀可怕 百里无双苦笑着摇头 清潇 你这是交了个什么变态朋友啊 存心带回来吓唬你大哥是不是 亏你还问我 他能不能赢 我哪知道他这么强 百里清潇撇撇撇嘴 他对奥峰的实力 一直没有明确底细 如今一瞧 倒也有些吃惊 不愧是小师弟啊 秦双大笑着拍掌 只有他早就料想到了这个情况 奥峰那一身霸气 和勇往直前的魄力 他可是亲身体会过的 不过 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干出秒杀地绑强者 这等彪悍之事 还是让他佩服无比 心中暗叹 当真是师父的孩子 父女俩连做的事情都一样 秦朔在洪峰岭之战中 曾秒杀过一名大领主 这个在北方大陆也不是秘密 战盟之中 此时已是一片沉默 守战气势便遭到了严重的挫败 而且藤子舟 玉清魂 更是心中担忧 二人相互望望 面色苍白 谁也没有料到 奥峰的实力竟这么恐怖 刚刚那一枪 若是落在他们身上 只怕他们 也不会觉得好过 今日这一战 他们的性命 恐怕也有危险了 奥峰的实力 在人们心中 节节攀升着 很快 下方的众多山头上 便响起了 狂热无比的欢呼声 好一个变态神帝 追于免下打得好啊 二十二岁的地膀强者 还能秒杀地膀强者 实在太强了 无数的人 在向着奥峰招手欢呼 激动不已 亲眼见证一个奇迹 一个传奇新兴的生气 多么令人骄傲 天地双绑 乃是无数强者 打破了头 抑郁挤入的地方 积身其中 便有了让天下之人 敬重的资格 北境杀法很重 尊敬强者 这条规则 也随着残酷竞争 而更加显得突出 年轻的领主强者 多少还是有过的 比如那个十六岁 就入了领主级的兴辉 可二十二岁 就能杀入地膀的 却史无前例 兴辉领主 前往诸神的时候 根本没有领悟奥义 他虽入了领主 但并没有强大的背景绅士 比起秦双等有大领主的 七彩奥义时的背景 就差了一截 所以他才会前往诸神 寻找更好的修炼环境 他二十二岁时候 能不能领悟奥义 这谁也说不准 而且到了诸神修炼条件 就与北境不同 不可相提并论 人们自然以亲眼所见的为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请看下来